任天堂计划在明年3月或4月推出NS2主机 具体发售日期尚未确定可能取决于公司财务表现 如果在本财年结束前需要提升业绩 可能会选择3月发布 若财务数据稳健发售可能会推迟到4月 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2024年10月 即将在Switch上发布值得关注的6款游戏 本视频由游戏圈探索全程赞助播出 OK 准备 超级马里奥派对空前盛会这款派对游戏 是今年最值得推荐的Switch多人游戏之一 拥有更长的娱乐周期 除了经典的大富翁模式 本作新增了7张全新地图和110个小游戏 其中部分支持体感操作 最多可私人同时参与 带来真正的空前盛会 本作还引入了类似糖豆人的 全新吃鸡模式 最多支持20人线上对战 极大增加了游戏的社交性和竞技感 游戏延续了马里奥系列的经典风格 轻松愉悦的氛围 搭配色彩鲜明的画面与音乐 无论是单人游玩还是多人对战 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欢乐的梦幻世界 这款作品不仅在玩法上有突破 技术上也进行了优化 确保线上对战的流畅体验 即使部分小游戏可能存在些许重复感 整体上依然狭不掩鱼 足以让玩家乐在其中 游戏将在10月17日独家发售 鼎丁力险计 法老的雪茄自Steam发布以来 因存在多个影响游戏体验的 bug和游戏性问题 导致玩家评价褒贬不一 开发团队对此事发表了公开道歉 并承诺会持续改进 忠实还原原著的冒险之旅 游戏基于艾尔热的经典作品 丁丁力险记第四部 在玩家走进神秘的埃及 穿越中东和印度 追踪一个国际毒品走私网络 故事紧凑曲折 完美传承了法老的雪茄 这一经典的冒险故事 玩家将扮演记者丁丁 通过探索潜入和解谜来寻找线索 调查一起复杂的毒品走私案件 一步步揭开隐藏在法老吉奥斯克墓中的秘密 最终捣毁贯穿整个东方的毒品走私集团 游戏也于10月17号发布NS版 一款极具创新的RPG游戏 漫野奇谈 成功将程序生成的内容与优秀叙事结合 带来独特的冒险体验 每个英雄都拥有独特的背景和性格 玩家的抉择将塑造他们的命运 角色会成长衰老 并经历爱恨情仇最终成为传奇 游戏最大的亮点在于其随机性与多样性 每次冒险都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和事件 玩家完全掌控选择 打造专属的英雄历程 无论是探索神秘遗迹 还是与怪物战斗 游戏中的每个事件都充满诗意与浪漫色彩 目前《漫夜奇谈》简化了TRPG的复杂规则 专注于故事与策略的融合 游戏支持多人在线与自定义创作 让玩家不断创造新的冒险传奇 《漫夜奇谈》将于10月22号登入Switch平台 三国之系列自1985年推出至今已有14代 凭借其深厚的玩家基础一直经久不衰 作为经典历史模拟游戏 三国之八在20年后的重制版本 这次更新不仅提升了画质 还增加了武将之间的关系将推动故事发展 同时新增了《演艺传》让玩家体验不同的故事线 战斗节奏也得到了优化 变得更为紧凑 虽然开发商这种高价策略常被诟病 但依然有忠实玩家为之买单 重制版引入了1000名武将 包括30个奇才武将 每个武将都有独特的剧情和背景故事 并通过宿命机制 展示他们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一系统让武将间的合作影响游戏进程 并解锁多线剧情增加了游戏的深度 新增了可解锁的委任机制 减少了玩家管理任务的繁琐 此外 君主选择增加了更多选项 让玩家可以体验不同的统治风格 然而 即使引入了AI助手 游戏对新手玩家依然不够友好 重制版在10月24日登入NS、PS5和PC 如龙 即使如龙系列 首次登陆任天堂Switch平台 作为系列初代的重制版 虽然原作接近20年历史 但重制大幅提升了画面和玩法 游戏不仅支持简繁中文 还以其深刻的黑道情谊和帮派故事 为NS平台带来了一款充满张力的成人像游戏 游戏核心围绕童胜伊玛 与好友锦山章的兄弟反目展开 童胜卷入了复杂的黑帮斗争中 与旧日兄弟神秘敌手的冲突层层推进 然而 游戏相比灵带做了一些简化 去除了经营元素和接机游戏 但作为系列的起点作品 如龙即依然展现了出色的叙事能力和独特魅力 是NS玩家探索如龙世界的绝佳机会 游戏将在10月25日发售NS版 索尼克曾以夏特世代重启 是世家推出的索尼克世代的重置加强版 以双主角系统为核心 将2D传统和3D现代的索尼克融合 带来经典与革新的双重游戏体验 除了蓝刺猬索尼克 这次首次加入了黑暗索尼克夏特的独立剧情战役 为系列注入了新鲜的冒险元素 游戏背景设定为神秘怪物时间侵蚀者引发的时空扭曲 索尼克和夏特展开了各自的冒险 试图恢复世界秩序并拯救他们的伙伴 夏特以其暗影能力和特殊技能成为另一大亮点 为游戏增添了全新挑战与乐趣 通过升级的图形引擎 游戏画面色彩鲜明 每一帧都展现了极致的视觉享受 同时经典旋律与新配乐的完美融合 增强了游戏的沉浸感 游戏也在10月25日全平台发布 这就是10月即将在Switch上发布的6款大作 你最期待哪一款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并分享 祝大家游戏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游戏圈探索 带来更多精彩